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你们学习这本课本 也许你看这本课本的时候就非常糊涂 这是什么课本 这个课本是数学课本 是数论 数论就是Elementary Number Theory 但是我们会学习的就是 Elementary Number Three Elementary Number Three,怎么说 OK,如果你知道我的背景 也许你会知道我为什么 你可以猜测我为什么学习这本课本 不是为了学习书学 就是为了学习中文 而且我有点好奇 在中文版本的数论课本里 如何教这个话题 那个课题 我曾经是在大学里 摩南市大学 我教了这个话题 我认为我教过他 但是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我讲过的还有 还包括叫什么 那个 Grip Theory Grip Theory 屯论对吗 耶,这是我的问题 很多术语我不太知道 对吗 Grip Theory 应该是 应该是屯论 这是我的菜 也许我就是用英文输入 Group Theory Group Theory 群论 哦,群论 群论 群就是group OK 群论 耶,问题不是我 不是我不熟悉这个话题 这个概念 问题就是 我不能流畅地表达我的意思 或者就是不能流畅地用中文表达我的意思 对吗 而且因为我花了四年连续四年学习中文 所以也许我有点 我怎么说落后 对吗 应该赶上 OK 第一章就这 整除 我的标签 第一章 整除 那个除 就是处理的除 对吗 Division 整 那个整是complete division 或者就是 Divisibility Division without remainder 对吗 第一章比较初等 讨论了整除的性质 同语和 带语 除法 带语除法 OK 同语和带语 除法 那个语是remain的 对吗 同语 same remainder 带语 as remainder 很多书写概念 我不知道中文的名字 OK 同语 所以也许 OK 不是在这个词典里 同语 同语 Congruence OK 同语 Congruence 就是 比如说 五同语 三 五同语三 对吗 你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mod OK 就是5 is congruent to 3 mod 2 就是英语 或者是congruent OK 词汇也不知道 还有待语 就是 待语 OK 没有这个词汇 OK 别进入语 我需要考虑一下 应该用什么方法 这些概念 后续经常用到 代表了算术的基础 更深入了内容 后续在此之上建立 我们会更多的使用 非标准的例子 或应用 非标准 标准是什么意思 非标准 标准 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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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哎呀 标准 非标准 非标准 non-standard例子和应用 OK 所以 non-standard examples and applications OK 标准 标准 我真的学过了它 我怎么忘 他其中一些是 非平凡的 OK so non-ordinary 对吗 例如 有限差分 和同于方面的应用 有限差分 有限差分 like restricted partition 差分 我不知道 有限差分和同于方面 同于是 congruence方面的应用 Okay, applications of congruences Okay,有限差分 有限差分 差分 有限 like restricted difference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是一种数学概念 我不能问老师 老师一般有文科的背景 他在大学学的应该是 那个中文对吗 就是作为中文老师 有关的专业 有一些例外 但是这些术语 也许就是根本不知道 没有学过这个话题 对吗 就是在大学会学 本科中的变量 变量 variable,对吗 变量 如没有明显局出 可以默认是正正数 Okay,第一个正是positive 第一个正是whole positive whole number 正正数 Okay, if we don't say the variable is if we don't specify what the variable is you assume it to be a positive integer 总是用n 就是大字母 n 表示正正数的集合 oh, okay the sum of whatever variables whatever integers we have positive integers Okay,基本性质 basic properties 第一节我们引入整除的概念 学习些基本性质 Okay,好的 整除和同语 Okay,整除就是division 对吗 divisibility 不好意思 我的鼻子就是那样 我们从整除关系的定义开始 就是它的定义 Okay,整除的定义 定义 我喜欢定义 这可以帮助我学习 对吗 sure a和b 是整数 Okay,so a and b are integers 不一定是正整数 对吗 如果存在整数c 满足b等于a乘以bc 则我们说a整除b a整除b 并记作a整除b a整除b 所以a必须是不大于b 对吗 对 可以是 a可以是等于b a可以是小于b 但是a不能是大于b 对吗 有很多表示a整除b的等价方法 等价方法 Okay Many equivalent methods of expressing a divides b 可以说b被a整除 Okay 这是中文 我可以放大一下吗 是最大的 可以说a是b的因子 a是b的因子 Okay 我的因子是什么 因子 a是b的因子 因数 因是 factor 因子 哦 factor Okay 所以 那个词汇 因子 那个因是原因的因 对吗 可以说因数 也一样 对吗 因子 因数 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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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就是因为 factor factor就是 a factor in the decision 可能是原因 在英语中 可能和原因有关 对吗 但是这里是书写的 那个因子 因子 因子 OK 好的 因子 Okay a是b的因子 Okay a is a factor of b 可以说b是a的倍数 b is a multiple of a b是a的倍数 这些说法 这些说法 在实践中 都经常使用 好 注意 若a不等于零 则说a 整数b等价于 说有离数 a分着b是一个总数 um ok 若a不等于b 不等于零 a 中 oh okay 等价于 那个等价于 is equivalent to saying 也许 这里是这个意思 等价于 is equivalent in truth 法语 等价于 等价于 is equivalent to yeah 所以在中文过程中 我们用的是 相当语 对吗 相当语 我们用相当语 所以等价于 等价于 等价于 嗯 yeah 我认为等价于有点 ok 它的价 这个说法 就是a除于b 没有价 就是是对的 还是错的 对吗 可能是正确 不正确 对吗 true or false 对吗 正不正确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statement 说法 如果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如果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那个equivalent statement 嗯 等价 但是没有价 嗯 OK 而上面的定义 也包含了 a等于零的情形 上面 那个定义 对吗 a等于零 但是零 不会 不会整除任何 任何数目 对吗 哦 零 你会说零 整除零 嗯 OK 这是零 整数 b 当且 仅当b 等于零 哦 OK 这是我刚才说的 还可以说 每个整数 都是零的一个因子 嗯 OK OK every 还可以说 OK every whole number is a divisor of zero OK 而零的倍数 只有零 嗯 OK 可以吧 any multiple of zeros OK 大家知道 这些 在于呼啸 如果 两整除 整数 N 所以说 N是个 偶数 OK if two divides N it's an even integer 嗯 否则 N 否则说 N是一个 基数 偶数 有 嗯 等等 不二 零 二 六 三 二 六 二 四 六 等 而 基数 有 负三 负一 一 三 五 等等 若 N是基数 则 N.1 是偶数 每个 整数 N 或者 或者 写成 2K 或者写成 2K 加1 的形式 Yeah So you can write any number N N as 2K for some integer k or 2K plus 1 for some integer k 其中 K 是某个 整数 我刚才说的 你看 这里用的这个标点符号 在 这不是我第一次数学课本用这个句号 不是 比如说 这个 句号 也许在数学领域中 人们用这个标点符号 这个句号 就是来自英语的标点符号 特别可以得到两个相邻整数的成绩 总是偶数 特别 那个特别就是in particular 可以得到两个相邻整数的成绩 the product of two consecutive numbers 总是偶数 is always even 两个相邻整数的成绩总是偶数 如果A是基数 比如说 A A等于 2K 2K加1 他做A 第二次方 减1 等于 4K 4K K加1 18的倍数 18的倍数 哦 对 OK OK 他说这个吧 A是基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A是基数 A的 A的 二次方 减1 是 8的 倍数 对吗 真的吗 考虑一下 OK 我们用这个 所以 就是 2K加1 第二次方 就是 4K 加4 4K 第二次方 加4K 加1 对啊 然后减1 等于这个吧 对 OK 然后 这个 哦 OK 是的 很有意思 我没有考虑的 我跟你解释 他这里说的是什么 因为我想练习 我说出 我说出数学概念的流程 所以 OK 他就是 假如 A等于 2K 加1 就是 任何基数 对吗 就是 不是任何 那个 有一个 arbitrary 有一个词汇 任 OK arbitrary 任意的 任意 应该是 基数 基 就是 奇怪的 那个 这写的是 奇怪的 那个 数 数学的数 OK 那 存在某种 某一个 整数 OK Such that Such that 怎么说 Such that 我用英语说 总是说 Such that Such 如此 所以存在某个 种数 K 如此 就是 满足 那个公式 对吗 A等于 2K 加1 OK 他说 如果A是任意基数 任意基数 然后 A第二次方 他说 加2 减1 减1 等于 2K 加1 第二次方 减1 这等于 4K 第二次方 加4K 加1 减1 对吗 这个相当于 4K第二次方 加4K 就等于 4K K 加1 对吗 OK 4 这个呢 这个 我怎么说 我怎么表达 有两个可能性 对吗 如果 K 如果 K 是 5 数 那 4K 是 8的 倍数 J 为止 4K K 加1 也是 8的 倍数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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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K是 基数 对吗 如果 K是基数 倍数 因此 4K K加1 也是 倍的 8的倍 OK 所以 无论如何 4K K加1 就是 8的倍数 Such that 怎么说 我真的不觉得 Touch that There exists There exists a K Such that OK 这是他这里的意思 18的倍数 OK 因此 每个 完全 平方数 哇 哦 这是 Square 就是 X第二次方 形式的数 X的 整数 X是整数 耶 英语 你说 Perfect Square 对吗 所以 这是 这是翻译 从英文翻译 从中文 对吗 Perfect Square 完 完全 哦 不是完美 完全 Complete 平方数 平方数 Square 就是那个平方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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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平方米 那个 那个 前坠 对吗 那个 有 正方形 平方 就是平 就是 Flat 方 是Square Flat Square 数 OK 或者是 4的 倍数 或者是 8K加1 形式的数 OK 这个 意味着这个 但是 这个比较简单 我的意思是 如果 如果这是对的 然后 这是对的 对吗 如果 一个 总数 是 8的 倍数 那 意味着 它 也是 4的 倍数 对吗 或者是 这个 你可以这样 写 对吗 我 我 不 不好意思 因此 每个 完全平方数 OK 我们讨论是 完全平方数 complete squares either multiple of four or have the format OK 我理解 OK 它用 X X X 是 整数 如果 X 是 偶数 那么 X等于 2K 2K 有某种 X等于 2K 为了 不是为了 有 某个整数 满足 X 等于 2K 然后 X 第二次方 这一位 这X 第二次方 等于 4K 第二次方 那 你可以 就看到 这一位 这X 第二次方 是 4的 倍数 4的倍数 OK 好 如果 X 是 基数 那 X 等于 加 1 也是用 加 那 存在 某个整数 5K 它满足 它满足 这个公式 对吗 然后 这一位 J X 第二次方 等于 我 这个 这个 这样 然后 哦 尤其我应该用 另外一个 变量 OK 对吗 这是这个 哦 他用8 哦 这是他 他用这个 这是前面 K K 加1 加1 对吗 这里就是 基数 我们发现 就这个吧 所以 X 第二次方 等于 这个 这个 就放那 对吗 OK 我们发现 那 就是 那就是 8的倍数 所以 你可以这样 写 X M加1 Well Yeah 或者 如果你用 另外一个 变量的名词 就可以 它存在 就是存在的 存在M 那个 整数 所以 Yeah 它的意思是 每个 就是 任意 任意 整数 X X squared 不是 这样 就是 这样 不是 不是 4的 倍数 就是 8K 加1 它说 形式 形式 我再写 形式 OK 如果不是 这个 就是 这个 对吗 OK 然后呢 下面的 结果 总结了 种植关系的 基础 性质 OK 命题 命题是什么 Preposition 对吗 命题 种植关系 有 如下 性质 OK 反射性 reflexivity 对吗 反射性 对所有 整出A A 整出A OK Every number Every whole number divides itself A整出A A is the deviser of itself 对啊 我们说 0 整出0 有这个定义 就是这个 对吗 传递性 传递性 transitivity 传递性 若 A A 处于B 并且 B 处于C 然后 则 这一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推断 A 重于C 重于C OK 如果A Divides B B Divides C A Divides C 好 transitivity 若 A 和 B1到 BN 都是 整数 并且 A OK B1到 每一个 Bi 是A 是A的 倍数 然后 C 啊 为了任意的 C E到 CN A 整出 这个数量 B 对吗 OK 所以A Divides All the Bs So it Divides This OK 他说 A 处于B E 加 BN CN 对 所有 总数 C 到CN 成立 对 什么什么 成立 OK 他的 英语 会说 For all whole for all integes C1 C1 CN 对什么 什么 成立 对什么 什么 成立 established for all whole numbers 对什么 什么 成立 这个我记下来 对什么 什么 成立 以后我可以学习 OK 有意思 OK 若 A 整出 B 并且 A 整出 B 加 加 减 C 然后 A 整出 C 然后 然后 择 我认为择 是书面语 这些人们会说 然后 A 加减C A 中出C 你需要证明这个吧 它会证明这个吧 好 若N 除于A 减B 并且N 除于A 这个怎么说 A点 减B点 然后N A 整出 A点 减B点 对吗 也需要看证明 才知道 应该就是数学证 这是它的证明 对吗 这样 OK 所有的性质 可以直接从定义 出发 证明 我们这里仅仅 证明性质C和E 这个很简单 A Divides B A Divides B Plus Minus C A 你不 就是一个吧 A Divides B Minus C A Divides C Yeah 就是 或者 但是有或者 这会意味着 都有 对吗 OK 这些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 这个 这个也会简单 对吗 就是A 就是B E等于A的倍数 对吗 它们都是倍的A数 就是你就是用这个公式 就这样写的 对吗 OK 其他的 请读者完成 OK The rest the rest is an exercise for the reader The rest of the reader 对性质C D 这个吧 哦这是 Recall 对吗 D 这个 就是 为了每一个I 可以这样说 有某种XI 对吗 其中XI是某种数 对 则 这样 OK 这是我们想要学习的那个重量 那个数 就是这个吧 本来 然后就是用一些算 是算数 no 代数方法 对吗 这样 就是替换 然后 然后 听语叫 distributivity 那个 那个 原则 原则 OK A的倍数 因为就这样 对吗 对 性质 E 那个性质 这个 也不是 也不会一看就立马知道 需要做一些 需要确认一下 但是 应该没有那么难 也这个 我认为你把这个和这个 呈起来 对吗 我觉得可能不是 OK 性质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所以是K 有某种K 也可以点 我觉得我应该说K 我认为K 整数 OK A 减 B 等于 K 乘以N 有某种 K 满足这个 有某种 整数 K 加 No K 不是加 K K点 我固且是用 我固且说 K点 OK K点 有整数 K点 满足这个 对吗 就是 乘以的 整余的定义 对吗 则 这个 OK 这是我们想要 学习的 等于这个和这个 我们想要 Multiply them Together 对吗 OK BB BK-N B B-KN KN B 真的吗 这个 这个和这个 B-B 他用 K-N OK 所以N中处 它怎么从这里读到这里 数量 也许它忽略一些细节 最好的方向 是最简单的 从这里得到另一个 或者从这里得到那个 BB B加KM B加KM 是什么 从这里 这是这个吧 A等于B加KM 然后 这个和这个取消 对吗 OK 可以了 这个 这个 替换A和A点 然后这个你可以 扩大 然后那个 B和B点 BB点和这个BB点 就消失 取消 取消 结果就这样 对吗 OK 可以了 所以N整出 AA点 减BB点 好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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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记号 notation 和定义 Definitions 同于 我不太知道同于 Congruence 是吗 设 设A B N 是整数 若N 整于 A-B 则我们说 A和B 某N 同于 某N 同于 某N 那个是Mod 某N 某是Mod 对吗 Modulo 某 没有意思 对吗 就是因为这个词汇 听起来 和英语的词汇很像 相似 这是我的 想法 某 这样写的我忘了 某 不是这个字吗 某 我知道 某还是某 我认为是某 就是 英语的词汇 对吗 英语的词汇就是 Modulo 对吗 所以 中文的词汇就是 某 A和B 某N 同出 这个我记下来 对吗 所以 我认为 A B Mod In Tong Tool A A A is congruent to B Modin 我们说A何必某N同除 并且记作A何必某N同除 A何必某N同除 或者你可以说A何必同除 如果已经知道N A is current to B 定理的多数部分 是命题1.2的重数 Reiteration Reistate the previous preposition 这些实际计算中常常使用 对所有的整数A B C D N 我们有OK 所以他想要用这个notation notation怎么说我已经忘了 记号 他想用那个记号 调答这个命题对吗 是同一个吧 OK 为了所有的整数 A和A某N是同语 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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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Same remainder对吗 同语 同语 我接错了 同语 Same remainder 你知道有同事 同桌 同屋 同学 有很多语 就是那样吧 他们是同语 Same remainder 同语 好 若A和B某N是同语 则B和A是某N的同语 对 传递性 若A和B是某N的同语 且B和C是某N的同语 则A和C是某N的同语 若A和C是某N的同语 若B和D是某N的同语 则A加B和C加D是某N的同语 并且 OK A乘以B和C乘以D 某N是同语 对吗 但是这不是完全和这个一样 对吗 但是这个比较好用 若A和B某N是同语 则A 这是任意整数C 为了 No 不是为了 是可以选择任意 整数C 就满足这个吧 然后这个吧 For any Yeah Then this holds for any C 则A AC 就说AC A to H A乘以C AC AC和BC 是某NC的同语 反正 如果这个 如果AC和BC 是某NC的同语 而且C不等于0 那么 A和B 是某N的同语 Yeah 那个 1 2 3个C 可以去 有点像去掉 ABCD 或者显然 Somewhat obvious Yeah That obvious 或者是命题 1.2的直接结论 性质义 可以直接从定义 得到 留给读者 OK Leave for the reader Leave that is an excite for the reader 但是 这个很明显 或者可以 也许可以从这里 直接的推断 对吗 它的定义是这个 对吗 所以如果有这个 有这个 其实 如果有 会很快地证明这个 OK 它说 如果 A 和 C 某N 是同和 B 和 D 某N 是同和 弱 对吗 弱 用弱 弱 弱 弱怎么写 我先 对吗 如果 如果这个和这个 那 意味着 N 除于 A 点 C N 除于 不是除于 N 总除 A 点 C N 除于 B 点 D 对吗 然后 然后 相当于说 A 减 C 等于 KN 有某种 K 满足这个吧 有某种 而且有某种 K K点 这个 对吗 这一位置 A 减 C 加 B 减 D 等于 N 呃 这个 对吗 N 等于 N 除于K 加K K 点 这一位置 N 总除 A 加 B 点 C 加 D 对吗 然后呢 呃 就是那个定义 就是相当于说 呃 A 加 B 和 C 加 D 某 N 是同意 对 对 是这个 好 证明了 哈哈 这是很简单 对吗 可是我想试一下 哦 我就做那个吧 还有这个 呃 也是同一个方法 对吗 你需要 呃 那个 使用 这些 呃 定义 就可以达到 呃 这些 呃 结果 但是 在 呃 呃 数论里 就是 非常基础的 呃 这个 是非常基础的 就是和呼吸一样 那么 非常重要的 不可缺小的 那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的 呃 这部分的证明 一样 对吗 就是 方式一样 就是一些 细节不一样 呃 这个也差不多吧 你需要 嗯 就 就 使用 呃 这个定义 这个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的定义 OK 注释 1.5 呃 在 呃 同于是 呃 OK 同于是 这是 Congruence Formula 对吗 同于是 中 呃 消去率 呃 不总是成立 呃 OK 所以 you can't always cancel in a congruence formula 呃 OK 也就是说 当 A A B A B 和A C 是 某N的同于 是 呃 不总是有 呃 对啊 不总是有 呃 B和N是 呃 某N的同于 对 呃 耶 你可以很快 呃 就 找出 很多例子 对吗 呃 呃 比如说 呃 OK 嗯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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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某 某 二 的同于 或者我的例子不好 No 它可以 对吗 某二的同于 嗯 或者你可以这样写 嗯 对吗 但是呢 你不能取笑这些吧 取笑 对吗 因为 因为 五 不是 呃 五和 四 呃 不是 某二的同于 对吗 所以 嗯 如果你从这里 呃 去图 取消 这个和这个 去掉 那个二 这是错误 对吗 嗯 但是 它有 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做 但呃 现在我们没有学到的 你可以这样取笑 嗯 如果你 嗯 特殊的情况下 在英语就叫 invertible invertible 呃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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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同的 公同的 因子 公同的因子 呃 和 那个某 没有 没有 公同的因子 那个 呃 左边和右边 公同的因子 和某 没有公同的因子 你可以取掉 嗯 比如说 呃 10 10 就是 呃 2乘 呃 乘以 5 2乘以5 对吗 那 如果你说 3 3 呃 这个 3 这个 我不知道 哼 对吗 在这个情况下 呃 你可以取掉 这个可以取掉 因为没有 公同的因子 耶 一会儿 那个3 和10 没有呃 没有公同的因子 对吗 除了1 1万 哈哈哈哈 除了1万 所以 英语我们会说 coprime 对吗 嗯 嗯 嗯 在这个情况下 呃 这个 度 是invertible 所以可以取掉 嗯 但是 耶 所以这里我 我选的是 2 因为 2和 2 有公同的因子 那个就是 2 对吗 哈哈哈哈 但是没有学到 那部分 嗯 也说 你不应该 呃 你不 你不能 你不能 嗯 呃 去掉那个 哎 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在 嗯 但是有时候可以的 啊 例如 哦 这是他的例子 耶 你不能去掉 那个 那个2 呃 呃 例如 呃 2 乘 1 2 2 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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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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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余 但是 2和0 呃 呃 4 并不是同余 对 呃 呃 在后面 呃 我们会看到 呃 当N和A的 公因子 呃 只有加减 10 这是我刚才说的 对吗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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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呃 可以在 呃 呃 同于是 这个 中 去 呃 消去 A 这样 呃 但是你需要证明这个吧 你不能 只说 呃 就罢了 你必须证明 这个 呃 概念 呃 但是我没有学到这个吧 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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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具体的 呃 题目说明一下 呃 同余符号 在 整除性 问题 呃 中的应用 呃 呃 OK 呃 这个吧 呃 What's the remainder when this is 最后一书 哦 What's the last digit of this number? 所以 就相当于说 呃 这 和 呃 这 嗯 What's the remainder when you divide by 10? 呃 我怎么说 最后一个数字 呃 耶 你可以这样用 对吗 OK 九 九就是 呃 九和 负一 某十 呃 是同语 所以你可以 呃 这样替换 对吗 嗯 OK 负一 第 一千零零 一千七 No 一千 三 一千零零三 四方 负一 我怎么说这个吧 我怎么说这个吧 负一 第一千零零三 此方 嗯 就是这个 那就是等于这个 嗯 这个等于这个吧 不不 你不用 用这个 呃 你可以用等于 对吗 等于等于 呃 这个负一和九 是呃 某十的 和 和语 No 同语 同语 对吗 呃 七 这个吧 哦 OK 有这个方法 呃 七 一 啪啪啪 此方 呃 等于 就是等于 对吗 这个等于这个 你可以用 那个等于 那个标点符号 对吗 那个等于的符号 嗯 嗯 也 你可以看到 呃 四十九 就知道 啊 就是 呃 四十九 和 复义 是 某十的 呃 同语 对吗 所以可以这样做 可以这样替换 因为我们有这个吧 OK 就是 第四百五十一次方 就是 四十九 呃 乘以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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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 所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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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复的使用 可以 可以这样替换 对吗 呃 这个呃 这个就是等于这个 那个可以 呃 等于符号 这里就是等于符号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是巨大的数量 这个是 部数 所以 呃 这个是 呃 这个 呃 相当 相当关系的 对吗 equivalence relation 三的这个吧 呃 三 啊 OK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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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量 对吗 这个等于这个 然后 这部分 你可以替换 对吗 呃 三的四次方 等于 呃 八十一 对吗 八十一 八十一 就是这个 一 八十一 和一 某十 是同语 所以 这个 呃 而且 呃 OK 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和这个 是某十的同语 呃 这个等于这个 对吗 所以 你可以用这个 呃 这样的方法 呃 呃 简化 简化你的 呃 呃 数量 或者你的公式 呃 耶 呃 OK 所以 这个和这个 这个 呃 等于 呃 这个不是等于 呃 就是相当于 就是 呃 OK 这个巨大的 数量 和这个 很简单的 数量 某十 是同语 呃 而且这个 等于这个 最后 呃 以为 数字 十三 OK 所以 如果你用电脑 就是 算 做算数 呃 就是数 这个数量 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 最后一个 呃 数字 十三 对 呃 也 那也可以 从这个也可以推断 呃 十 不 证出 这个数量 不知道这个数量 但是 十不 证出 这个数量 对吗 OK 还有例子 证明 OK 对任何 N 任何 哦 总数 中文中 中文中 那个N 算是 呃 应该是 一二三 等等 对吗 呃 没有零 我不知道 有不同的标准 对吗 哈哈 OK 对 任何 N 哦 这里他们用 任何 不是任意 OK 对 任何N 所以 任何N 呃 总数 AN 就这个吧 呃 能被这个 种除 呃 耶 就 就用这个 呃 方法 嗯 用什么 方法 OK 因为 呃 十二的二字方 十二的二字方 等于一百四十四 你可以看 可以用等于 等于符号 我认为 如果是我 我会 嗯 多用 我偏向于用 呃 等于符号 如果这个和这个 不只是 嗯 同意的关系 这个就是 数学性的那个 呃 等于关系 对吗 所以我会用 这个 等于符号 嗯 嗯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OK 一百 四十四 和 十一 是 某 一百三十三 的 嗯 同语 OK 如果是我 我不会 这么 这么做吧 嗯 所以 AN 这个 是 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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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 那个十二 和 十二第二次方 第二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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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的 嗯 如果是我呢 也许我会用那个 Proof by Induction 嗯 对吗 n等于1 就是做算数 n等于 n大于1 你可以从前一个 可以这么做呢 老师我不确定 induction用中文怎么说 proof by induction 就是通过induction 有很多词汇 但是proof by induction 数学呢 logic 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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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想细试 好久我没有做练习 它的数量是多少 它说an 等于 它的定义就是an等于 11的n加2次方 加1 加1 2n加1 ok 那a 不是a n 减1的 n等于1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 我 我还是有点大 我还是有点大 哈哈哈 这些就是不太高明 应该是 133的 我怎么说 倍数 对吗 multiple of 133 如果是我 我用计算机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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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会选择比较简单的吧 ok 我认为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对吗 我考虑一下 但是我需要承认 这是课本里的方法 比较 也计比较简单的证明 但是我不太喜欢用这类的 那个 需要挑选 最好的 挑选一个 一次性 使用的那个方法 对吗 这不是 在 那个 我怎么 我认为我不应该这么说 但是 你需要 我怎么说 你需要 考虑到 哦 这个吧 这不是很明显 对吗 你不能 就 一刹那 那就知道可以这样做 对吗 所以如果 考试上有这类的问题 你需要 试一试一些不同的方法 然后发现 哦 这个方法可能很 很 方便 可能 就是很方便 嗯 也 所以 但是在另外一个问题 也许这个方法也许这个方法不太好 不能使用 就是特殊的方法 如果那个数量是 OK 132 可以使用呢 也许可以 哈哈哈哈 不是吧 如果它是132 所以 这个技巧 不能普遍使用 对吗 OK OK 算了 这是什么 Cavent Too simple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OK 分别求 具有下列形式的 最小数 OK 那是什么 最小数 其中K和L都是正整数 最小数 这是the last digit 对吗 但是这里 他们要说the last digit 对吗 最后一位数字 最小数 求具有下列形式 最小数 最小数 哦 OK 也不是 不是 我说错 就是 这种数字启动的 最小的是什么 对吗 这种形式的数字 其中 最小的是哪个 嗯 它们都是正整数 所以K是1 L是 L是2 那就是1 你需要证明 不能 获取 0 对吗 嗯 我说错了 也不是2 OK 如果它是1 它是0 那你获取 可能不是 不可能是0 如果它是1 那你获取6 更小的呢 对 试一试 我后就没有练习 OK 最小的数量 这个和这个 嗯 也许最好的方法 就是 下来一个顺序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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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1的二次方 嗯 嗯 嗯 1的二次方 mod5 嗯 就是 mo mo 对吗 嗯 11 嗯 第2次方 就是多少 一百二十一 等于 呃 等于一百二十一 嗯 和 一 modify 对吗 嗯 嗯 mo 5 就是一 OK 应该是一 我们需要 找出 恰当的 k和l 嗯 嗯 但是我们怎么找出 他们 嗯 OK 就是 这里 k是一 这里 k是二 嗯 k是 k是三 应该是 mo mo 应该是 哦 11 就是 mo 对吗 所以k不重要 对吗 我们要 mo 5 嗯 嗯 很难 嗯 11的k次方 加5的l次方 那我们就选择 这个方法 用他的方法 就是5 5的二次方 5的三次方 嗯 嗯 1 25 嗯 OK 所以 这两个很近 对吗 嗯 嗯 但是区别还是词 我可能是一呢 ok 就是某 某11 我有5 那个是3 那个呢 呃 四 然后 呃 然后9 然后我 呃 四 对吗 那应该算 呃 这样一算对吗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数量 5的5次方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呃 最简单的方法 算出 你可以用那个计算器呢 呃 我会用一下 会有计算器呢 我用电脑计算器 稍等一下 5的5次方 5的5次方 是什么 3525 325 325 那 嗯 怎么办 那个是 对 是1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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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语言 那 嗯 OK 那你认为 这个 十一的四次方是什么 第三次方 十一的三次方 十一的三次方等于这个 它用什么方法 它用这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应该是死路 我认为因为它们两个 这两个数码 就是长得很快 也许可以用这个方法简化 怎么可以简化 老说我也这个 打错了 我打错了 写错了 写错了 十一的二次方 二减一 五的三次方 等于 一二 等于四 对吗 那你怎么证明 不能获得其他的 有可能 我不能排除这个 获得更小的 我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现在不能排除 也许它想让你这样做 对吗 这个有什么用 就是相当于 我就是猜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某十 就是因为有点简单 就是五 不用K 对吗 也十加一 也十加一 和一二 某天是同语 对吗 然后 那个的K字方 就是一 对吗 无论K是什么 五 五的L 就是五 五乘五 相当于 五 OK 就是等于二十五 是五 对吗 好 那 这个是减 那个是减 OK 复四 OK 这是证明 对吗 我们有证明的 所有需要的因素 OK 我给你复试 我复后一下 它的连续题 就是十一的K字方 减一 五的L 次方 最 最小的 最小的数字 是什么 OK K L 都是正种数 也 其实 我不知道 应该使用 这个 这些 技巧 OK 首先我们看到 十一 的二次方 等于一二一 对吗 一千二百 一千二十一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一 五的三次方 等于一百二十五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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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的二次方 减一 五的三次方 是 Absolutely 绝 绝 绝架 对吗 是绝架 我学过的它 Absolutely 不是绝架 绝对架 是这个吧 绝对 绝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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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于四 对吗 你可以 做算数 就发现 就是等于四 然后 就是 起初 我们不知道 应该选择 选择 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 谋识 就是谋识 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 我们发现 就是 有用 这个方法 有用 对吗 某十 某十 也某十 有五个 十这个数字 和五有关 和十一有关 但是它们的关系 对吗 十一的 k字方 减一 五的l字方 这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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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十加 十加一 的k字方 也就是 就这样吧 减一五的l字方 就是某十 我们有 这样 这类的吧 某十 那个五的l字方 总是是 五的l字方 就是五 你看五 乘五 五乘五 五乘以五 等于 二十五 就是五 某十 某十是 五的同 同余 是五的同余 对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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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继继 我怎么说 加乘 就是乘五 乘五 总是 会 会是 五的同余 对吗 所以 从这里 你可以用 那个 induction 我已经忘了 怎么说 就是推断 五 五的l字方 就是五 然后 你用那个 放进这里 OK 一 一的k字方 就是一 对吗 一 加 二 不是加 就是减 减 减 就是五 五 对吗 这就是 对吗 OK 那 从这里 你可以判断 至少你可以说 最后一个 数字 最后一位数字 最后一位数字 就是四 无论k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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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数字 是四 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 所以 因此 最小的 最小的 的价值 的价值 所以就说价值 我用价值 对吗 and this is achieved and this is achieved 所以 so the minimum value minimum value of this is 4 and it's achieved when k equals 2 and n equals 3 yeah 但是也一般的问题不能这样做 如果你不能控制住这些数量 对吗 所以我们回去 他仔细的挑选了这些数目 如果是其他的数目不能这样说 这样做对吗 我认为这个和这个差不多一样 对吗 也许应该选择6 对吗 我不知道 就是仔细的选择 应该某什么考虑 这些数量 对吗 这样子6 对吗 因为5和51是同于 母流是同于 这个是0 也很可能这个答案就是1 对吗 有可能 如果是1 不能是0 对吗 可能是1呢 有可能 那你怎么交出k和l 鞋代码 用计算器呢 如果你只有 如果参加比试 想要回答这个吧 就有点难啊 我不能做算数 对吗 36的2次方是什么 36的3次方是什么 也许需要 就是用自己的手 用自己的脑子 做这类的算数呢 嗯 有点枯燥 对吗 如果答案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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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如果k等于1 l等于2 那答案是9 对吗 不是 11 11 有更近的呢 我不知道 我需要考虑 就是36的2次方是什么 我的数据也很差 36 也许在中国人的学生 就学习66 636 638 21对吗 然后有这个6 我好久没有这样做 对吗 18 加1 33 90 对吗 我应该 称一下 否则 如果我不能 拼2次 如果我不对 那个是9 就是这个1加8 等于9 OK 这个没有问题 那个有什么用 OK 那25 25 我觉得 也许 125 应该比较简单 5 2 这个不够大 不够大 呃 no 呃 2 2乘于5 10加 10 然后1 31 嗯 数目很大 距离很大 那你怎么整 那你怎么整 你理解我的问题呢 我认为 我们发有36的1次方 就是36 5的2次方 就是25 它们区别 呃 就是 呃 区别 它们的 差 它们的差 呃 就是11 对吗 可能是那个吧 呃 那你怎么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11 如果你需要证明是11 那 那你用什么 呃 你某什么考虑这个问题 某11 考虑这个问题 我不能某11 某25 也许某25可以 我试一试 给你试一试 把36的k次方 2加2加1 5的l次方 我们考虑某15 呃 某 不是15 25 某25 呃 我怎么说 当 l 不小于 嗯 不小于2 是 我们 那就是零 对吗 那呢 是一 对吗 是一的k次方 是绝对 绝对值 就是这个吧 就是 呃 这种数 所以不用考虑 绝对 OK 我再 我再说一遍 嗯 去 嗯 当l不小于2 是 那 36k 36的k次方 减一 5的l次方 的绝对 呃 绝对 值 呃 呃 11 也许我应该加上席 就是 25 加11 k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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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l 呃 呃 2 对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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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零,对吗? 那个就是中数 所以二贴,那个也是零 那个是零,对吗? 所以就是 毛二数 OK 那 11 OK,11 然后我们看那个 数据,11等于1.21 这就是 21 毛二十五,它就是21 21 哇,怎么 OK 一百三十 No 二百三十一 对吗? 就是 这个 应该是 我确认一下,我的数据好像有点弱 1 OK 这个和什么 毛 25是什么 6 那 那 那我们不用 不能用这个方法 证明 11是最小的 可能性 6 6,对吗?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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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嗯 嗯 你认为呢? 哈哈哈哈 二十五不恰当呢? 6 三 可能是6呢? 问题就是 你可以有 可以有 巨大的K和巨大的L 就是 给你 嗯 耶 一个 很小的 那个 很小的 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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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二十五 考虑这个问题 好像没什么用 那你认为呢? 嗯 嗯 OK 三十六 我们考虑过 某 三十六呢 啊 如果 某三十六 某三十六 耶 嗯 这个方法 因为6 是小语 是1 这个 某二十五 嗯 不能证明 这个是最小的 某三十六呢? 某三十六呢? 那个 有 嗯 五 二十五 呵呵 我不知道 要做很多 算出这个 Mod 三十六 Mod 三十六 是什么? 不知道 要用 计算器 嗯 嗯 嗯 那是什么 我认为答案 应该是 11 对吗? 某个 那个人 不会 选择 这个问题 嗯 嗯 你可以啊 你 那 我有点糊涂 你 你怎么可以 使用这个 Elementary Number 应该是最基础的 无论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 也 你是要选择 这个 某什么 考虑这个问题 嗯 应该是 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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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也某就是说E 对吗 这个 嗯 但是就告诉你 答案总是是 这个 无论L是什么 无论L是什么 总是E 这是和E 某5 是同语 对吗 所以不能 可能是 可能是E 5 11 OK 所以 这个方法排除除了E5 11 以外 的选项 可能性 我说说 6 如果是6呢 不可能是6 对吗 因为6 是36的 6是36的Device Device 怎么说 它说 它哪里说 Device 哦 因子 6 是36的因子 OK OK 我们得到 所以 这道题 做 这个呢 OK 如果我们 考虑这个问题 36的K次方 减义5的L次方 那 某5 就是 这就是 和1 对吗 那个 36 也许 我加上细节 对吗 36 36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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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加1 OK 那个 某5 我们可以 这个 这个就是 0 那个就是 0 所以 1 那 无论如何 这个就是 这个和1 某5 是同意的吗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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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另外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做同类的方法 这个可以呢 OK OK 就是某6 这个就是0 那个就是 加减1 对吗 不是加减1 就是因为有绝对值 所以肯定是1 这是我们的答案 OK OK 终于交到了答案 这个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个数量 这个数量 可能是 就是 和1 某5 是同意 对吗 所以我们的答案 可能是1 可能是6 可能是11 可能是16 等等等 但是我们已经找出了 这个可能性 所以 我们最小的 那个 它的最小的 值 可能是 不可能是大于11 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11 所以 这个 这个可能性 所以 剩下的就是 三个选项 这个数量的 值 可能是 最小的数量 最小的 值 可能是16 还是11 这里 我们 这里 发现 某6 它就是 1的 同语 但是 6 不是 某6 1的同语 对吗 某6它不是 1的同语 所以我们排除这个 1呢 我还没有排除1 排除1 嗯 是什么声音 我不知道 可能我连接的 手机 可能是我连接的手机 如果这个 嗯 考虑一下 9呢 卟6 iş 没有 嗯 我们选择另外一个 某 那个某 另外一个某 看看 你选的吧 九 九不 九可能不太好 十二 十二 我们考虑十二 OK 我们考虑十二 我不知道 可以的 我们就试一试 十二 那个是零的 那个 就是当L 不效于二 对吗 No 这个 我在写一遍 三十六 我想考虑这个 某十二 考虑这个 OK 那个 就是零 无论K是什么 就是零 就是零的同语 对吗 和零是同语 可以说是零的同语 那个呢 OK 那个可以去掉 因为没有绝对 所以 OK 你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你不会重复的 这样写 就是最后一个 地方 就加上这个吧 这是五点 没有 没有 这那里没有符号 OK 五 mod 12 等于二十五 是一 一 某十二 十一的同语 十一的同语 好 然后 可以是一呢 还可以是一 我们不喜欢那个一 如果我们 就是 那个 我怎么说 remain的 如果那个 remain的就是一 那我们不能排除 一 那个选项 所以我们 那个一 同样 OK 我们选择另外一个 可能性 三十六 五 我们试过 二十五 对吗 二十五 没准风情 因为它就是 太复杂 二十五 我不能 就是用 收写 或者也许 我们 应该有 比较好的选项 二十五 二十五 我们 试一试三十五呢 三十五 嗯 三十五 不太 哦 三十五 嗯 三十五很好 对吗 我再试 我就写 突然 那个 突然间 恍然到五 对吗 三十五 某三十五 OK 那个 这边 就是一的 可以 那边 五的 L 对吗 OK 五 五 那边 不能 不能 是 嗯 我觉得有别的 可能性 别的 嗯 选项呢 也许这个可以吧 然后呢 这个 我们考虑 5 这是第一步 5 5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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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K 这个不用考虑 啪啪啪 这个 1 不知道 但是不是0 不是0 不是1 对吗 不是0不是1 这是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 为什么知道不是0 35 有一个因子 就是7对吗 但是这边没有7 所以不是0 不是1 为什么呢 因为有共同的因子 5 对吗 所以 总是 总是会是这个和这类的 对吗 25 25 所以 属于 5 15 25 25 30 但是我们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是属于这个吧 之类的我们可以排除 这个不等于1 5 不是1 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排除 嗯 嗯 嗯 排除这个吧 就是最好的方法呢 嗯 嗯 嗯 哦 这个 这个可能是5 10 耶 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轰动的 嗯 这个最小的 是5 对吗 哈哈 那个最小的是5 嗯 你用其他的 数字嗯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不时宜 5 哦 这里翻 3 5 嗯 嗯 OK 有比较好的方法 哦 耶 如果他挑选了这个 嗯 可能性 也许 他选择的那个 某 嗯 可能 是另外一个 这个 设计道 太复杂 可以 这类的证明 但是也 所以答案就是 1 1 我排除了1 排除了6 还有排除了 嗯 排除了 这里排除了6 嗯 还有 这里排除了 除了 嗯 某5 1 同语的数字 嗯 所以 最小的 这个 嗯 念 实际上 嗯 老师之类的 就是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之类的考虑 总是很乱 嗯 嗯 最终他们 嗯 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 嗯 线索 线索 对吗 然后 他就是很 嗯 在课本里 在 文章里 在 论文里 就用 这类的 方法 嗯 或者这类的方法 就 就是 写得很漂亮 对吗 宛如 他一直以来 就知道 对吗 或者 你选择 那个问题 就是 你想用什么方法 就选择 这个问题 嗯 耶 我 我 我没有 啊 精力 嗯 嗯 就继续下去 做这个吧 嗯 OK 但是 嗯 我怎么说 解决这些 解 解 解体的 技巧 就是 选择 嗯 就是 恰当的选择 那个 某 这里他选择 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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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这个 最后一位数字 最后一位数字 就是某实的 嗯 耶 和 某实的那个 解我 我这么说 不应该这样说 我怎么表达这个概念 OK 算了 这里 嗯 也 因为他是 想要算 算到 呃 133的整数 就是选择这个吧 但是我认为 嗯 如果是另外一个数目 不会 嗯 如果是另外一个数字 也许 你不 不会那么轻易的做 对吗 嗯 嗯 也 这个这个 我认为这个 应该差不多吧 你试一试 嗯 很多 试一试 某什么 考虑这些问题 然后找出 找出答案 嗯 嗯 而且你试一试 试一试 试小的 可能性 那 那个应该是 呃 11 对吗 嗯 就是k等于 k等于1 l等于2 就是11 嗯 呃 就是那个 呃 那个数量就是 11 嗯 也 比较小的 也 我们排除 这个可能性 嗯 嗯 嗯 也 也 也 一般的 如果你的 你选择 呃 某什么 考虑这个吧 应该那个数量 你应该选择的数量 应该 啊 和这个 数量 其中的数量 有共同的因子 或者 嗯 就是 加减1 加减2 或者就是区别不大 对吗 耶 嗯 嗯 好的 哦 这个 这个 呃 呃 呃 这个是4 呃 他 就是叫到 呃 什么 这样 11 呃 嗯 嗯 嗯 耶 如果我在 呃 如果是我 寫课本 就是 在白板上 呃 本子里 可以 这类的算数 就b ok 然后就让 呃 就是让他 嗯 在课本里 看起来我直接的发现答案 但是 耶 嗯 ok 呃 考虑的是莫师 莫天 对吗 嗯 6 呃 和4 因为那个是 呃 1 那个总 就是和10 同语 是 1的同语 那个是 也加减5的同语 嗯 ok 这类的变页 可以说 呃 因此具有形式 这个 呃 数最小的是 4 耶 所以 the last digit must be 嗯 6 or 4 嗯 最小的是4 而 这个 嗯 然后答案是4 嗯 嗯 对吗 可是 嗯 就是 起初 你不知道 应该选择 就是 某10 考虑这个问题 你需要 试一试 嗯 这个呢 他用 某10 ok 我们考虑某10呢 没有 没有 考虑这个吧 为什么选择某10 嗯 ok 首先 有这个 ok 这个很简单 我就发现 呃 就是我们的猜测 姑且使用这个猜测 答案应该是11 嗯 接下来我们 证明 这就是最小的数 ok you'll prove it's the lowest at the least 假设 对某K和L 有这个 不大于 不大于10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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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这个 呃 呃 呃 更更更更更更更好 因为 36K 呃 对啊 哈 ok 耶 我就是没有想到 应该是用 呃 应该某10 考虑这个吧 呃 所以 36的K字方 呃 这个不等于这个 哈哈哈 就是 呃 需要加上 呃 某10 也许于在这个语境中 有某10的背景之时 对吗 某10 或那个某10 加点1 对吗 呃 呃 哦 他们没有用那个 绝 绝对值 对吗 呃 牵着 不可能 呃 呃 呃 会得到 这个 呃 呃 呃 哦 ok 所以 他不只考虑某10 有一个考虑某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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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4 那个是0 那个是1 嗯 那个是1 嗯 嗯 不1 那我减1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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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不可能 这个不 这个不可能 意味着这个不可能 呃 因为会得到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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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 嗯 你需要 试一试 哈哈 嗯 嗯 我调出了一个可 呃 一个证明的可能性 但是 呃 可能性 嗯 但是他的 嗯 证明方法比较好 或者 那是比较直接的对吗 比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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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 也 选择 某什么考虑这个吧 OK 首先看到这样的数 都是四的倍数 四的倍数 不是 这样的数都是四的倍数 他不是说 他说这个 整个数 是四的倍数 你这么证明那个吧 因为他们都是 某四的意义的那个 某四渔一 某四渔一 对吗 我们证明最小的数 是这个 OK好 注意到 这个 OK 那你怎么叫 这个某九 与 负一 54 这个是 九的倍数 对吗 54 对 好 这个呢 三十六也是九的倍数 好 所以 N这个 为什么用N 就是他定义 就是他的定义 他用N定义为这个数量 他和0加减2 对吗 某九是同余 对吗 因此N不是这两个 因为这些数量 四没有满足这个要求 八没有满足这个要求 二没有满足 耶 就是经典的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 对吗 但是你需要选择 这个mod 叫 耶 有的某 就是你选择 一种某 就是死路 没用 另外一个 可能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 也许你需要做 很复杂的算术 不值得 或者 耶 但是课本里的练习题 应该有 应该有 合适的 某的拳枪 但是 需要试一试 就是 屡次 失败 最终 成功的交出 那个 某 可以帮助你 解决问题的 那个某 OK 说了多少时间 两个 对两个小时 时间过得很快 OK 这 但是 从另外一个语言 俄罗斯语翻译成中文呢 可能是 我不知道 这些人 嗯 耶 我可以学习 这是翻译的版本 对吗 但是 也 不认为 可以的 我可以学习 这些 说法 我需要 这些 尤其是那个术语 那个术语 我需要流畅的使用 如果有一天 我在讲课 需要用它们 对吗 也 我想 清除 清除这些障碍 嗯 对吗 OK 谢谢大家 来观看我的视频 嗯 我们 下次聊 我们说到这里 哦 想要 喜欢我的视频 想要鼓励我 请给我点赞 然后 下次 拜拜 拜拜